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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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 各位弟兄姐妹 为了减慢新冠肺炎的爆发 渣州州长于2020年3月20号 攀布了开始居诈避疫的命令 到我录制这一篇长道的时候 渣州的居诈避疫已经是进行了42天 新冠肺炎这个瘟疫是全世界的灾难 如今在全世界已经有32万的人病死了 当中有不少是主的信徒 在意大利有最少50位神父 已经不幸的演绎死亡了 也有说是有100多会的 甚至是超过了意大利地区医生的死亡人数 在华盛顿有一家长老会的交会 在3月份的时候有60位弟兄姐妹 参加了唱诗班的聚会之后 有很多人演了一 最少有两个人就病死了 在中灾区的纽约 哈林区的一间叫做Mount Nabon的进行会 直到8天以前 总共有11位弟兄姐妹演绎死亡了 现在风间是黎曼着这样的一种思维 那就是去教会反而会感染 那信耶稣有什么用呢? 不信的人眼中看到的是什么? 是上帝也没有能力去保护他的己明 这种思维也无可避免地传播到了我们信徒的群体当中 对我们的信心造成了冲击 所以 新冲肺炎的传球的大爆发是一场看不见的见证 在前线的医护人员冒着生命危险救助患者的同时 我们信主之人也与这个并魔进行属灵的征战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为什么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呢? 因为这个疫情啊 因为这个疫情啊 不但动摇了我们基督徒对主的信心 还有我们基督徒该有的爱心啊 也受到损毁 魔鬼撒旦 这座这个瘟疫 要抗夺人的灵魂 攻击主的百姓 在居家避疫的这个时间里头啊 有一位姐妹告诉我 她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 是这样讲的 有一对华人的老夫妻啊 张口罩免费的拍发给社区中的邻居 邻居中有一个 扎给一个四方人的这样的一位女士就出来 弄了一个视频 呼吁华人啊 不要再进行这种行为了 因为她的丈夫啊 收到了口罩以后 就带着讨厌的语气问她了 她们很有钱吗 有这么多的口罩 是不是她们把口罩都卖光了 现在又来张好人 又别人都感激她 还要赞扬她 是不是这样啊 所以这位太太呢 就这样子 归构于文化和西厂方式不一样 同时也呼吁广大华人不要这样做了 因为这样做的善举啊 可能会威胁到寄生的人生的安全 这位姐妹看了这个文章啊 就跟我讲了 她说她害怕了 虽然圣经是这样教导我们要爱人有己 但原来爱心的行动啊 换回来的是被仇视 甚至被人延伸伤害啊 她认同文章里面所说的话 把这种黑暗归构于中西方的文化的差异 认为善恶对错没有绝对的标准 更重要的是她决定啊 把爱心封锁了 在新冠肺炎的这段时间啊 她决定不再行善了 那弟兄姐妹们 我问你们啊 我们要让新冠肺炎这个瘟疫 动摇我们的信心 闪害我们的爱心吗 绝对不能 那我们要如何去面对这个瘟疫呢 主的话语是这样教导我们的 让我们一起聆听主的话语 在彼得前书第二章 第十九到第二十五节 主的话语是这样说的 统若人为照良心对得住神 就引受冤取的苦楚 这是可喜爱的 你们若因犯罪受杂打 能引赖有什么可夸的呢 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 能引赖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 你们蒙照原事为此 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 给你们留下了榜样 叫你们跟随他的早中行 他并没有犯罪 口里也没有诡诈 他被骂不顽口 受害不说 为傻的话 只将自己照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 他被挂在木头上 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 就得以在意上活 因他受的鞭伤 你们便得了意志 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 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 监督了 新冠肺炎的大爆发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 大家无需把它无限的放大 看得它比天高比地更宽 人的一生总有诸般苦难 新冠肺炎也只是其中一个 主的话语在彼得前书 刚才读的那一端 里面就教导了我们 该当怎么样去面对人生中的苦难 首先 你要知道你是为什么受苦难 你是因为主而受苦呢? 还是因为自己做的事情 承担福果呢? 就刚才那个派口罩的事件来说的话 如果那对老夫妻啊 是因为心里忠于主耶稣的招训 如同经文所说 为照良心对得住神 爱人如己付诸实行 而去派发口罩给他们的伦居啊 这样做是荣神依人 结果反被他的人居仇恨 讨厌 甚至被人生伤害 那么他们就是为上帝的缘故而受了苦难 但如果他们的行为只是为了悬负 结果他们被人居仇恨 甚至被人生伤害 那么他们所受的苦 只能算是为自己的错误 付出了代价 经文上这样说 同若人为照良心对得住神 就引受冤取的苦楚 这是可喜爱的 你们若人犯罪受责打 能引赖有什么可夸的呢 但你们若是因为行善受苦 能引赖 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 同样是引受苦难 因为苦难的原因不同 引受的价值也不同 因为自己犯错而受的苦难 引受就没有价值了 因为那是自己活该的 但如果是为了主而受的苦难呢 那引受就有价值了 照经文里面说的这种引受 在神看是可喜爱的 英王鉴定版King James 就表达得很清楚了 他说 Acceptible with God 也就是说 你为主而引受苦难 你的这一份引受 是主所喜悦的 也是主所悦纳 所认同的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人类是受造之物 作为受造之物 有什么比得到作物主 悦纳 认同更有价值呢? 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 第二 善恶对错 是有绝对的标准的 而主就是这个标准 跟我说 这个华人夫妻派口罩给 人居的这一位姐妹 他看了这个文章 以后得出了一个结论 就是说 善恶对错是没有绝对的标准 一切都是看不同的文化而定的 也就是说文化是定义善恶对错的 我呢 我无法认同他的这一个结论 因为圣经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地教导我们 上帝就是善恶对错的绝对标准 文化并不定义善恶对错 上帝定义善恶对错 神就是光 在他里面毫无黑暗 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 要报给你们的信息 主的话语每一字每一句都是真实的 但不会以错为对颠倒黑白 所以主所约纳认同的事情 肯定就是做得对的事情 而且主从不变大人 不管你来自哪方哪族哪国哪名 主对你的标准 与对任何人的标准都一样 就刚才那对老夫妻 派发口罩给人居的事情来讲 如果他们是为主而做的事情 结果产被人居恨恶 受了这个苦 但为主的缘故 引赖了这个苦楚 那么他们是做对了 不管他们的人居是什么文化的背景 这对老夫妇的爱心 都要算是善良的 是对的 因为主已经认同他们的现行 弟兄姐妹啊 我鼓励你们不要掉了起错的爱心 如今 欲情当道 很多人性的丑恶面都佛愿了 正是在这种时候 我们属神的儿女 更加要坚定爱心 免得我们蒙受主的责备 则被我们把起错的爱心给离弃了 好,第三点 我们要随时准备好受苦 你们蒙照原事为此 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 给你们留下榜样 照你们跟随他的找中行 我们的救主上车在这个地上 为我们的缘故受尽了苦难 我们又是什么人呢? 紧要上不偿人间的苦楚 当我们把我们的苦难遭托给主 主就乐意为我们承担 但当我们为主的缘故受苦难 那就是我们极大的荣幸了 你要知道 有谁配得为主受苦呢? 在古时候有宗主的信徒 好像彼得、约翰、保罗等等 他们都常为主 深深受尽了苦难 今月如果你也为主的缘故 忍受苦难 他日得见主言 你也会与他们同的荣耀 正如经文所言 跟随他的找中行 我们既是蒙照跟随主 那就一直跟随啊 他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 他留在哪里?我们就留在哪里? 他忍受苦难 我们也就一同忍受苦难 第四 忍受苦难的时候 不要反抗 口里不要咒骂 也不要抱怨 只管把自己托付给主 看啊,弟兄姐妹们 主耶稣基督受难的时候 被骂不完口 受害不说 危险的话 只将自己照托给那 按公义审判人的主 我们也理当有喜 面对苦难 人难免有各种各样负面的情绪 我们应当以怎么样的心态 去面对这些苦难呢? 主耶稣已经以身作则 找到了我们 我们要以平静和信赖的心 勇敢的直面苦难 你要知道 主是一切的审判主 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 他有绝对的力量 也有绝对的公义 他要拯救凡信靠他的人 你的苦难为完结的 美好终会来到的 因为导致你受苦难的 无论是什么 都没有能力对抗主 带给你苦难的一切 无论是失业,贫穷,病害等等 都是无能为力对抗主的 当主要实行拯救的时候 你必然得救 所以在苦难当中 我们必须要坚定信心 仰望主 伤心主 第五 弟兄姐妹啊 你们要记得真相 不要以为遇到的苦难 是因为自己命运不好 或者是运气不好 你要记住 你不是命运的受害者 你是神的儿女 你不在命运底下 而是在主的手上 命运在你身上没有权柄 因为你的罪孽已经赦免了 经上说 他被挂在木头上 称心担当了我们的罪 使我们自然在罪上死 就得以在义上活 当主耶稣背负你的罪孽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你啊 对 就是相信主耶稣的你 你的罪孽就完全赦免了 我们本是该当受罚的 但主却替我们承受了罪障 他的病伤 使我们得了医治 所以面对苦难 你不要以为是命运不好 但你要明白 主耶稣已经胜过了你的苦难 他不然带领你跨过你现在面对的困境 带领你前往美好的和安息的草地上 最后 在苦难里头啊 不要再迷茫了 其实我们上来都是迷茫的 在苦难里头就更加的迷茫了 魔鬼撒旦在我们受苦难的时候 往往就会 行虚而入 迷惑我们 误导我们 使我们归上各种各样的偶像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害怕啊 因为我们想要解决这些的苦难啊 使自己不用再受苦啊 所以 所以 就会尝试 各种各样不同的法门 是这个 是那个 那样就会给魔鬼撒旦 行虚而入呢? 其实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啊 其中一个就是 非常出名的一个人 一个很大的一个例子 那就是苹果电脑的那个乔布斯啊 当乔布斯被诊断出 弯了癌症之后啊 他并没有接受医学的治疗 相反 他沉迷在一些替代疗法里 当中还包括佛教禅宗的打坐冥想 他想以这些 奇怪的行径来医治他的癌症 结果当然是不能医治好了 后来他还是死了 在他死亡以前 他自己也说 非常的后悔 用了这些方法 所以从他的例子 我们可以看 看出一个这样的 结论出来 当一个人 他受苦难的时候 他是会迷失的 比平常更加的容易迷失 曹布斯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他就是一个 世上的灵魂 A lost soul 当然我们不需要再迷失了 因为主在我们世上的时候 他已经来寻访我们 而且我们 也从他那里得了拯救 自从我们得了拯救以后 世界就不一样了 我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 如今就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 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 这里的意思是 上帝他既是我们灵魂的牧人 也是我们灵魂的守护者 大家有看英王鉴定本 King James的话 这句话是这样说的 The shepherd and bishop of your souls 在希腊原文里头 这个监督者 或者是bishop这个字 其实是叫做episcopal 意思就是overseer的意思 一个有守望以及管理的责任者 所以上帝既然是我们的episcopal 那他就是一个 禁忌负责我们守望以及管理我们的主宰 上帝既既是我们的牧人 又是我们的守望者 管理者 那我们就真是in good hands 也就是说得到上帝照顾的人 一切都将会是安好的 所以当我们又生受苦难的时候 我们的灵魂不需要迷失 也不需要迷茫 主会带领 主会指引 即使是魔鬼撒旦 要在我们受苦难的时候 试图迷惑误导我们 但主是不会允许他这样做的 我们在苦难里头 一点都不需要迷茫 不需要是这个是那个 只要安安心心的信靠主 依赖我们这一位 县狼的牧人 知道他会给予我们方向 永远他都不会错漏 那就已经足够了 心里头就能够满足 灵魂也得以平安 在这里 我要给大家 在最后说一句 就是信耶稣得永生 苦难在世界上是肯定有的 新冠肺炎 就好像我刚才说了 只是其中一种 苦难的解决是怎么样呢? What is the solution to suffering? 不需要再去寻找 因为这个解决方法已经找到了你了 找到了我了 这个解决方法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今天 我亲爱的朋友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听到主的声音 你不要硬着警号 你要悔改 你要悔转 信耶稣得永生 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主啊,我们的神啊 人生当中多有苦难 我们感谢赞美你 因为你是我们县良的牧人 求你扎添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有勇气 有忆耐在苦难里头 为了主 承受苦难 不害怕 不抱怨 只是一心一意的仰望你 信赖你 保守看顾我们的灵魂 救助我们 以上的祈祷 来世奉靠主耶稣 基督祈明 Amen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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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